清明节慎中追远 缅怀祖德 金门温室宗亲五号一早前往榜林康索公开击祖墓祭拜 在温室宗亲理事长温明凯及温室众多宗老 子孙等超过300人齐聚 场面壮观 而典礼后的丁包分送更是重头戏之一 除了要让祖先知道温家后代绵延 也分享天丁喜气给在场温室族人 上香祝庸 再祝庸 三香祝庸 温室宗亲族人清明节扫墓祭祖 来到位在榜林的开机始祖康索公分前祭拜 现场由理事长温明凯率领温室宗老一孙一巡古礼上香陷阱 宣读著文典礼庄严肃穆而虔诚 电丁包 今门翁是中清徽 已始终领判孙 中清最后 迎议清朝 中华国评 最多的天祖库 孔修公 自定情网 今门翁是第一岁所 孔修公 康就是健康的康 手就是老人家那个手 老手的手 孔修公在大约西元1350元左右 从近江的铺剑渡海到新门南 医药都在这里传宗接代 传到现在已经传24代 我们连年的清明节我们都到这里来祭拜 远怀一下祖宗的功德 顺便也利用这个机会让孩子们了解 我们祖宗的一些来龙序脉跟功德 让大家都能勇怀祖宗的恩德 祭祖仪式后 会分送丁包 也就是温氏族人家里有生男孩 来年清明就要定做丁包并分送 用以昭告人丁兴旺 刮碟绵绵 而这项仪式在金门也就仅有温氏族人有 可说是盘山温氏非常特殊的一项祭拜模式 每个家庭如果有天丁 就是生男孩 就必须要准备一些丁包 大概每个坟墓数量丁包是120个 送到这边来 分送给这些参与祭拜的一些中心 等于说说句蓝丁话就酬劳一下 你们辛苦了 到这边来祭拜 那么同时也利用这个丁包来召告祖宗 我们的丁口连绵不绝 人口非常旺盛 人丁旺盛 有这么一个味道在 这种习俗别的中性似乎都没有 只有我们这个家族有这么一个几百年来传统的习惯 而且我们不光是这个第一代祖这边有 二代祖三代祖那边都也有这个习俗存在 金门温氏始祖温康索 在原末游进江必居至金门后周挫 距今已二十四代 随着时代变迁 但慎中追远的新持续传承 在清明节当日 温氏族人齐聚在开机时祖坟前祭拜追思 而晚上则会在各家庙内聚餐 以凝聚宗族情谊 一二十七七七八十三 cious